为了减少饮料杯的废弃物 今年元旦期环保署要求指定连锁店家提供循环杯的服务 新制上路制近7个月了 全台1800多家门市 借出大约有10.3万个循环杯 使用率却不到1% 调查也发现因为多数民众会担心有卫生疑虑 不好意思我要借循环杯 到超商买咖啡 只要扫扫条码进行登录 简单步骤就能借到可重复使用的循环杯 环保署公告今年起连锁便利商店跟素食店 需有5%的门市提供循环杯租借服务 但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共1800多家门市 借出大约10.3万个循环杯 使用率却不到1% 没借过但是店里有介绍过 我准备一个就是钢杯 所以就不用了 不会这么的 这么长会带着环保杯在身边 那这时候循环杯就蛮好用 究竟循环杯使用率为何偏低 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发现 高达96%的受访者都听过循环杯服务 但真正有使用经验的却只有31% 民众不愿或尚未使用循环杯的原因 发现多数人对循环杯有卫生疑虑 再来则是已有自备杯所以无需求 也有人认为使用与否都没有价格差异 缺乏诱因 那我们是专业的清洁工厂去做清洗 有五大流程25个步骤的产线去做清洁 外生疑虑上面是不需要担心的 重点还是塑胶的减量 包括我们16个县市会规定有 不得提供一次用的塑胶杯 我们法令目前是规定它自备跟循环的服务 都要有15%的减量 如何提高使用率 中央还得多方宣导 要是循环杯依旧罚人问津 恐怕会造成另类浪费 这也陈丁云 叶玲凡 台北报道